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来到由政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参与我们的手机互动 方法是打开微信选择发现摇一摇摇TV 参与互动会获得惊喜福利 游泳牡丹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农林产业 在全国各地迅速的崛起 种植面积是由2010年的不足一万亩 猛增到现在的一千万亩 而且依然保持着迅猛发展的势头 人们在种植过程当中探索出了不少的新模式 使得种植效益大大增加 在这收获的季节里 河南省洛宁县罗岭乡的刘亚峰 有着不同的收获 500多亩山坡地里不但收获了游泳牡丹子 树上还结了不少核桃 河南省洛宁县是典型的山区县 核桃种植是当地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而游泳牡丹产业的兴起 让这里的农民种植热情大增 并把游泳牡丹巧妙地种在了核桃树下 游泳牡丹属于小灌木 株形较矮 核桃属于桥木株形较高 这就形成了上桥下灌的套种模式 游泳牡丹有耐阴洗凉 怕烈日直射的特点 把它种在核桃树下 那可真是背靠大树好乘凉 免受阳光的曝晒 当初有人担心 这矮小的游泳牡丹和高大的核桃种在一起 会因为蒸肥蒸水受欺负长不好 实际上两者的根系并不在一个平面上 这棵核桃树它是个参天大树了 其实毕竟就有根深叶茂了 所以它的根系主要是集中在这个 头层一米以下的这些区域里 它的阳分也主要来自于这些 一米以下的这个头层里边 我们的牡丹看到它是一个小灌木 它的根系分布主要在一米以上的这个头层里边 也主要是在三十公分左右这个头层 它养分也是来自于这个头层里边的 专家说 桥木树大 所以它根深 灌木矮小 它的根系也浅 桥木跟灌木的根系处于不同的深度 所以不用担心两者会蒸肥蒸水 游泳牡丹与桥木套种 有着不少的好处呢 一个是核桃树为这个游泳牡丹 层起了一个保护伞 它可以折挡枪光 也可以降低它的温度 正好适应了牡丹这期化 银梁的这么一个特点 最关键的是 有效地利用了土地空间 增加了亩产值 刘亚峰在他管理的五百多亩核桃园里 全都套种上了游用牡丹 他就有了一亩元两亩果的收入 核桃一亩就是三百斤 整个就是两下十五 这个牡丹一亩就是二百公斤 比用四千多块 一亩的价值就是六千块 老刘说 他套种的这些游用牡丹 去年刚进入结果期 到他进入风产期后 加上核桃一亩地收入一万多元钱 没问题 哪里啊 什么模式啊 杨陵 刚刚接了个电话 说杨陵那个地方有一种套种模式 比这儿的经销也还高 咱们去看看 在陕西杨陵 我们见到了这些东西 它的形状很像元宝 人们称它为元宝峰 元宝峰呢 是一种落叶桥木 树高可以达到十米 同时 它又是一种木本油料作物 其种人的含油量 在48%到50%之间 在元宝峰的珠杭聚之间 同样种植着游用牡丹 这也是一种上桥下灌的套种模式 上面呢 是元宝峰生长的空间 下面是游用牡丹生长的世界 使得空间得到了很好的利用 增加了产出率 更为重要的是 游用牡丹 花期洗羊 蓬果期洗阴 而元宝峰能够为树下的牡丹 提供全程的服务 牡丹的花期呢 相对比较早在春天 所以在牡丹开花的时候呢 元宝峰实际是刚刚萌芽 叶子还不是很大 让春色的阳光 透过它这个树冠 让牡丹能够接受到 而到了牡丹的种子盆大的时期 需要部分的折影 这时候呢 元宝峰的树冠长起来了 折掉部分的阴 所以这样实际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 元宝峰用它那位高大繁茂的树冠 为游用牡丹遮阴 而矮小的游用牡丹 为元宝峰保护着土壤 减少地面水分的蒸发 保持着土壤长期的湿润 游用牡丹与元宝峰套种 经济效益可以提高百分之六十 这个元宝峰套种的牡丹 经济效益大大的提高 其中这个元宝峰的产量 八到十年的树林 一亩计的话 一般达到三百到五百公斤 这个产值在八千到一万块钱之间 套种这个牡丹以后 牡丹的产量达到两百五十公斤 它的产值也都是三千到四千块钱 总体经济价值 整整期高了百分之六十以上 当地农民说 这种元宝峰从幼苗栽起五年才能结果 刚才有个农民说 说有一种东西栽起两年就可以结果 咱们去看看 这文贯果现在的市场价 在大约20块钱到40块钱 这个之间这一碗就是个五十多块钱 文贯果这个种子含有率在百分之四十左右 种人的含有率在百分之六十八到七十二这个之间 它的种子手一挤 以后就出来了 这都是油 这全部是油 这都是挤出油 这手上挤出油 文贯果是我国特有的一种食用油料树种 一个成熟的文贯果中含有十八粒种子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文贯果呢 它的出油率呢 是大豆的两倍多 它的油酸的含量是三十九 它的亚油酸含量呢 是四十点七 文贯果与油用牡丹套种 可谓是天作之和 两者有互补性 也有共同性 牡丹跟文贯果呢 首先它们两个都是油料作物 另外呢 一个是雅贯果 比较低 一般都在一米二一下 而这个文贯果呢 是小桥末 它一般都在三到四米 这样高度 把这两个掏中到一起呢 对空间的利用非常好 上面文贯果底下有牡丹 然后呢 从光照的利用上 也是非常有一定的优势的 这样上层的光照呢 被文贯果所利用 然后呢 散射光进来呢 就满足这个牡丹的这个光照 文贯果与油用牡丹一样 对于土壤的适应性很强 都具有耐吉博 耐干旱 耐盐碱 抗寒能力强的细性 能够在同一种环境中 很好的生长 与油用牡丹相比 文贯果挂果较早 一般是种植两年 就开始结果 到第五年树林时 就进入了封产期 这个文贯果牡丹套种 它的五年树林的这个产量 一般现在就是200到300公斤 一公斤的话 按20块钱算 它的产值度 是在4000到5000块钱左右 这个牡丹这个产量 一般的话 套种以后的五年 一般达到250公斤左右 一公斤的话 按20块就算 大约就是3000到4000块钱 两个猪活 在效益加在一起 在8000块钱以上 人们把游用牡丹 与核桃套种 与元宝峰套种 与文官果套种 就是充分地利用土地空间 提高土地的产出率 同时呢 又很好地解决了 游用牡丹头几年 没有经济收入的问题 游用牡丹进入封产期以后 这几种套种模式 就会发挥出更大的增收效能 在安徽有很多地方 他们把游用牡丹 与单金龟多金龟构成的钢铁侠 种植了一起 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咱们去瞧一瞧 这里是安徽富阳 放眼望去 是一排排的光伏板 这就是所谓的钢铁侠 而在光伏板的下面 种满了游用牡丹苗 这是一种光伏 加油用牡丹的浓光互补模式 游用牡丹是耐阴洗凉的作物 怕烈日直射 遇到持续高温就会停止生长 进入休眠 严重的会枯死 特别是在苗期阶段 它对于温度和光照 有着更高的要求 人们根据游用牡丹的这一习性 把它与光伏结合在一起 上面的光伏板 在实现光电转换的同时 又为下面的牡丹苗 遮住了烈日 降低了温度 我们遮阴的部分跟不遮阴的部分 正好这个对比效果就很明显 我们在太阳板底下 遮阴的地方 就是我们看到牡丹生长 还是很良好 一片还是比较充滤的 但在那个光伏板以外的 这几行 我们看上一片呢 就是有一点枯胶 但这种枯胶呢 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经过高温 阳光之下以后呢 它要提早休眠 那么在光伏板底下呢 它就延迟了这种休眠 就是延迟了生长期 光伏板的高度和间距 是专为牡丹的生长而设计的 它的前侧近高是2.20米 后侧近高是4.50米 前后间距是8米 而上面光伏板之间 都留有2到3厘米的空隙 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我们游泳牡丹啊 虽然它是一个耐硬的植物 但是它正常生长 还是需要一定的光照条件 那么我们这样设计以后呢 太阳从东边升起的时候呢 就可以从这种大风隙里边就进来 然后到了中午呢 我们白一板之间呢 也留有一定的空隙 那个阳光可以透进来 到了西 太阳到西边的时候呢 又从我们那个2米5高的 那个腹隙里边 再透进来 这样的就是能满足我们 游泳牡丹正常的光照西球 这样设计呢 就把早晨和黄昏的弱光引进来 把中午绝大部分的强光 遮挡在外面 这样是既满足了牡丹生长 对于光照的需要 又避免了强光的直射 而光伏板之间的缝隙 除了通光外 还是上面的雨水 进入下面牡丹田的通道 这样的话呢 就是雨水啊光啊 都能从这个缝隙里边进来 那这样就保证 我们游泳牡丹下面生长的 这个光跟水的这种细小 这种光伏加游泳牡丹的生产模式 前期的投入大 后期回报也高 是一种高投入 高产出的生产运作模式 我们一某地的光伏造价呢 大概在三十万 然后我们底下种的游泳牡丹 前三年的投入是五千 那么整个来讲 就是三十多万块钱一某 但是我们投资的回收期呢 大概是七到八年 那么这样八年以后 就是进入入了 那么这种模式 一年一亩地 能收入多少呢 光伏发电这一块 一年一亩地 能够发四万多电 一度电一块钱 就是四万块钱 同时我们光伏班底下 种的游泳牡丹 是前三年还没有收业 那么正好呢 我们利用光伏的这个收入呢 来弥补农业这一块 那么到了游泳牡丹 到了生产期的时候呢 它也有三千块钱 一某的收入 那么这样总的来说 我们上下呢 每年就有四万三千块钱的收入 什么 游泳牡丹第二年就能结果 哪里 好 刚才有个电话说 游泳牡丹 种下第二年就可以结果 咱们去看看 这里是河南省沁阳市的 一处游泳牡丹种植基地 牡丹籽已经成熟了 你看这一颗长势多好 两年就可以达到了287.7公斤的 结的这个种子 一般来说 游泳牡丹种植三四年以后才能够结果 这儿的游泳牡丹种植两年以后就结果了 这里面有什么高招吗 这个基地的负责人说 高招就在于直接选用大苗定植 把在苗圃里生长两到三年的苗子 移载到大田里来 在大田里面再生长两年 就进入了结果期 就达到了快速结果的目的 但是仅仅结果还不行 还要达到高产的目的 它们的办法就是在前期实行适当的密植 每亩种三千一百株游泳牡丹 每株最起码有四个以上的枝条 每个枝条接一个国家 这就是一万两千多个国家 这样亩产量就上去了 达到了高产的目的 随着植株生长 展业面积的扩大 它们就采取动态管理的方式 给牡丹一个充分生长的空间 这就是我们做的这种 动态密度管理的一块四盘田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 下边这个 是两年的苗 栽了两年以后呢 就该两行 煎乏了一行 再过两年 第四年的时候 可以再减少一千棵 四年以后呢 我们保证再一千多棵 后期的种植密度减少了 但是牡丹子产量却没有降低 它们采取的技术措施 就是平茬 平茬呢 就是我们用那个修剪刀 从牡丹的枝条根部 给它剪掉 牡丹的话 如果不平茬的话 它就是一个枝条上来 我们通过平茬技术 就是从牡丹的根部 把它剪掉 这就是本来 这是一株牡丹 然后我们从根部剪掉以后 从而刺激了 它的引牙 萌发 然后就萌发了三个枝条 这三个枝条上来 每一个枝条上面 有三到四个牙 牡丹花芽 这也是花芽 一个 两个 你看 三个 四个 你看旁边还有 明年的话 一个芽 就是一朵花 实际上也是一个果芽 所以整株的话 它的产量 会成倍的增加 这就是平茬的好处 为了保证 牡丹子的高产文产 他们还采用了 有机肥调控技术 牡丹因为它是在春季 快速的生长 要消耗大量的营养 对牡丹 适量的是有机肥 说一亩地 我们是500公斤左右 这样的话 营养就可以补充上去 通过定制大苗和秘植 促进游用牡丹 极早的进入封产期 通过平茬技术 增加花芽数量 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通过增湿有机肥 保障植株健康生长 实现了优质高产 这一系列的做法 叫做游用牡丹 快速高产 文产 优质栽培技术模式 这种模式 目前与国内外 同类技术相比 处于领先地位 这棵传下来 大概有个 你看一二十个果 这样根据我这个经验吧 这个一二十个果 应该在 一公斤多的产量 当然这样算下来 一亩地 肯定在三百公斤以上的产量 作为一个新兴的农林产业 游用牡丹在全国各地迅速铺开 并且成为精准扶贫的新业态 这里是距离西安市已东七十多公里的林铜区茅湾村 这个仅有一百五十四户人家的小山村 在方圆几十里很有名 因为这里曾经有二十几年 没有举行过一次婚礼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脱贫致富 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 2014年 这个村在有关单位的帮助下 实施了以种植游用牡丹为抓手的精准扶贫 全村154户 有137户种上了游用牡丹 种植面积达到500多亩 游用牡丹的开花结果 让他们看到了彻底拔掉穷根子的希望 一些在外打工的村民也纷纷回村种起了游用牡丹 游用牡丹给这个小山村带来了变化 不少农户的旧房变成了新房 二十多年没有举办过婚礼 也已经成为历史 人们在游用牡丹田里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总书记支持 要到2020年是中国七千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我觉得游用牡丹是一个负贫工业的好项目 它实际很广 在我们国家二十多个深河自治区都能种 产量是比较高的 以目的一般情况下是五倍金 按照七块钱净算三千五百块钱 按照现在的负贫标准 两个人能够脱贫 游用牡丹作为人们食用油的新资源 很多涉农企业已经参与其中 有的已经加入收集地方老品种 培育新品种的行列 地处长江下游的长州市 一家游用牡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除种植了一千二百亩游用牡丹外 还成立了长江流域首个牡丹种植资源基因库 收集了四川 重庆 湖北 湖南 江苏 浙江 上海 长江流域这一带的种植资源 牡丹种植资源基因库的建立 为我国游用牡丹的持续种植创新 资源培育和产业发展 提供了丰富的遗传材料和技术基础 近些年来很多科研单位都把研发的目光 投向了游用牡丹籽 使得牡丹籽中越来越多的油益成分 被人们所发现 所提取 所开发 主要它的质量的高低 关键看两个指标 一个是看二发羊毛酸含量 再一个是不包括脂肪酸的含量 牡丹只有二发羊毛酸含量 高达43.18% 游用牡丹产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青睐 种植模式产品开发不断地出新 相信用不了多久 游用牡丹将会进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并且会给农民朋友带来更多的实惠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关注由政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喷雾降温吃红枣 一年四季都发情 它在夏季特别热的时候 它仍然会发情 这儿的羊为什么那么特别 养羊只吃三种草 白苏牡羊不收钱 咱们这种牡羊你是不花一分钱就能领回去的 只要你有积极性 想要领多少只领多少 真的不要切 真的讲理你们这儿不要切就能量 这背后藏着什么秘密 又产肉又产奶 这究竟是什么新品种 科技院下期讲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都发生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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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